我们每天都依靠光来观察自然界的种种现象 光使我们生活的世界多彩多姿 现在我们从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光的现象来探讨光的本质 这是一个光学台装置 右边是光源 光源前是箭头形状的物体 左边是屏幕 这些都架设在光学轨上可以任意移动 现在我们在中间装上小的针孔 可以看见屏幕上呈现倒立箭头成像 现在把屏幕逐渐拉远 我们发现像逐渐变大了 再把屏幕逐渐移近 可以看见像逐渐变小了 接着我们更换不同大小的针孔来试试 换装上比较大的针孔 看见了吗 箭头变模糊了 不过还是可以看出是倒立的箭头 同样的我们改变屏幕的位置 将屏幕拉远 像变大了 不过还是很模糊 将屏幕拉近 像变小了 来自物体的光线直线前进 透过针孔后 在屏幕上形成对应的像 如果针孔太大 影像就会变得模糊 如果我们把针孔改成凸透镜 调整屏幕 使成像清楚 看到了吗 倒立向下的箭头成像 不但变得更清楚 而且也变得更明亮咯 我们利用针孔成像的原理 来自己制作一个简易相机吧 我们下期再见